社區長輩齊聚一堂 有的來這裡做健康檢查 有的排隊來領餐盒 這是中國人文生命科學永續發展協會 在今年公園園藝展覽館前廣場舉辦的送餐活動 透過關懷讓弱勢長者感受社會溫暖 今天我們與萬華的藤雲禮、忠貞禮 以及林小禮三個禮的禮長 一起來合辦一份愛一份快樂的 關懷弱勢長者送餐活動 會有這個活動的緣起 其實是協會的創辦人王韻老師 從協會成立以來就鼓勵協會的志工 要多做這些所謂的弱勢關懷 因此我們近幾年也致力於獨居老人的活動推動上面 特別我們在做獨居老人的推動上 也跟藤雲禮有一個長期的合作 因此促進了今天的這個送餐活動 然後做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活動 也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說獨居老人的相關的議題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今天這個活動的緣起 因為他這個協會之前有找到我們三個禮嘛 忠貞、騰雲然後還有我們那個林小禮 那這三個禮就是我們民進團隊的議員 然後他說希望跟我們這三個禮合作 所以找到我們當指導單位 然後透過這個活動來傳播愛 然後讓生命的生命發光 然後發揮正能量 當天有非常豐富的活動內容 除了五百份便當 還有養生氣功教學、意見、贈品發送等 關懷長者們的生活起居與健康 我們其實雖然說我們是一個長者的送餐活動 但是我們在整個攤位設計上面的話 除了說有忠貞裡、騰雲裡 跟林小禮這幾個送餐的攤位 那我們現場也有準備了 協會的志工會來帶一個 具有生命力、活動力的養生氣功教學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可以讓獨居長者們的身體也可以獲得健康 同時我們邀請美髮師在現場也會有議檢的活動 以及我們協會的志工的成員也有醫生的資格 他們現場有一個醫護的衛教區 有些長輩可能身體上有些怎麼樣的疾病 都可以來做洽談諮詢 最後在整個活動當中 其實我們也準備了30題的趣味有獎的互動問答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可以讓來參加的長輩 心裡也獲得開心 充滿一個愛跟溫馨的一整天 我們旺華區現在有22%、465歲以上 事實上是一個老年化滿嚴重的地區 那未來我們可能會透過關懷據點的設置來擴大 那第二部分就是 由里長提出營養諮詢站的部分 然後在禮辦我們提供跟健康中心合作 提供諮詢服務 讓老人家可以在飲食方面能夠注意 然後活動方面也能夠加強 也就是說管住嘴啦 賣開腿 這樣身體就會健康 協會志工固定每週送餐給長輩們 也透過這項活動 期盼拋磚引玉 未來結合更多里區甚至縣市 傳遞愛與快樂 記者溫馨君採訪報導 來感謝我們狗壯要來製造給我們中國人文生命科學 我們去給予傳遞